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期内大概率还是会继续的 幅度很有可能会与今年6月相似 但是我认为还没有到警报完全解除大局抄底的时候 至少要等到连续两到三个月的CPI数据好于预期 我才会更加有信心的再一次开始入场 在今天这期视频中我们还是从历史出发 看一看在往常类似的环境中通胀放缓 美联储政策转向以及美股反弹这三者之间的规律和关系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决定什么是抄底的最佳时机 自今年6月以来市场多次压住美联储政策转向而出现短暂的反弹 本周这次反弹也是一样 10月份的CPI数据好于预期 投资者再次开始压住 通胀会比预期下来的更快 美联储能够更早的停手 然而至少此前投资者每次的压住都已失败告终 差不多每次都是被鲍威尔重申 不惜一切代价打压通胀戳破了希望 那在最近的一次美联储会议中 鲍威尔在公告中也再次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声明中写道 核实放慢加息步伐的问题远没有加息到多高 以及货币政策限制性持续多久的问题那么重要 很显然鲍威尔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定 但市场总是希望他能够更早地改变看法 在新冠疫情之前 美联储的态度是默许通胀过热 而不是让通胀在太低的位置保持太久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通胀很容易通过提高利率和放缓经济来应对 但相反的通货紧缩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因为它是一种更加长期的难以消除的心理影响 时至今日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担心的是根深蒂固的通胀会给经济带来麻烦 但现实情况是通货膨胀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美联储现在什么都不做 现在的高价本身就会置于高价 市场其实是非常高效的 而真正的风险仍然是 抑制经济活动的通缩 从长远来看 通货紧缩是一个比通货膨胀更阴险的问题 但现在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并不了解通货紧缩 大家的关注点仍然在通货膨胀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中 美联储向经济注入大量的流动性 以及采用几乎为零的利率促进经济活动 图中我们看到自1982年以来 通胀率高于或低于平均通胀率的时期 自82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通胀率一直远低于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 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零利率 未能产生超过2%的经济增长 但他们却在这个过程中推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 让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并扩大了财富物平等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近几十年以来 每次美联储开始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时 结果都不甚理想 而且美联储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但现在他们不再担心会造成经济破坏 因为就像鲍威尔最近所说的 如果我们过度收紧 我们可以支持经济活动 换句话说 对于押注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投资者来说 鲍威尔的确明确表示了 政策转向接下来即将到来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美国经济出现明显问题时 美联储自然会出手相救 但关键在于何时来临 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 也要再次提醒会员朋友们 最新的会员视频我们已经更新了 最新的节目介绍了 什么是常说的市场预期共识 以及财报季的背后 是不是具有欺骗性的数字游戏 会员视频通常主要是以知识性 科普类的内容为主 非常适合想要打造自己投资体系的朋友们 另外最新的会员信息分享也刚刚更新 这里提供大量可操作的信息 比如说每日的市场热点新闻 点评和总结 以及大V建股汇总 内部交易汇总等等选股的好渠道 有朋友问这类信息真的有用吗 那它的价值在于如何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看10月1号这一期内部交易汇总 当然最近刚开始更新这个内容 就赶上了市场的反弹 所以只看涨跌是不够的 还要对比大盘的表现 这期内容里面的五只股票 Coinbase跑输了大盘 WCC与大盘持平 其他三只都大幅领先大盘 反映的不仅是因为大盘整体的利好 公司自身也出现了好消息 所以很显然 如果只是复制这些股票 或许帮助不大 但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选股的渠道 进行二次挑选 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比如最近FTX的破产 带崩了整个加密货币板块 如果我们二次筛选 肯定不会跟着买Coinbase 也就避开了唯一表现不佳的股票 总之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和经验 来评估这些信息的价值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的连接 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说回正题 那此前鲍威尔说过非常有趣的一句话 他表示 经济软着陆的窗口正在缩小 这也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 美联储开始意识到 硬着陆的风险越来越高 这样以来货币政策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种选择是央行暂停加息 让通胀顺其自然地发展 这可能会导致经济软着陆 但理论上会使通胀定格在更高的水平 第二种选择也是美联储目前所选的 就是继续加息 直到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 其实这两个选择都不利于股市 后者的风险要更大 因为它会产生更具严重后果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到目前为止 美国经济还是较好的消化掉了收紧的货币政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继续消化 历史对加息 美元飙升和通胀同时出现时 导致的结果非常清晰 接下来只要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 导致经济出现硬着陆 政策转向自然就会发生 目前M2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仅为2.5% 而且还在快速下降 鉴于M2对通胀的领先作用 已经拨下了明年通胀急剧下降的种子 这所暗示的明年CPI的走势 与当下的市场共识是完全不一致的 虽然它不一定会100%的发生 但大致的方向可能是正确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加接近政策转向的来临 因为M2增长正迅速接近零 上周三个月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终于倒挂 鲍威尔曾经指出 这对于确定美联储是否做得足够多了 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鉴于现在通胀飙升 很大程度是由于此前美国政府疯狂发钱所致 现在政策的反转很有可能引发通货紧缩 值得注意的是 2023年通胀率的下降速度 大概率将远快于美联储的预期 从而导致很多投资者希望的政策转向更快地发生 但是或许美联储政策转向的来临 并不会给股市带来大家所期望的上涨的催化剂 现在投资者的预期是 当美联储最终做出政策转向时 熊市将画上句号 虽然这种预期是没有错的 但它可能不会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迅速发生 从历史上来看 当美联储最终开始降息的时候 这通常并不是熊市的结束 而往往却只是熊市的开始 这在之前的美联储政策转向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大多数熊市发生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之后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 政策转向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的来临 当该事件发生 并且美联储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时 市场会重新地对更低的经济和盈利增长率进行定价 目前投资者对明年各大企业收入和利润率的预期仍然很高 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 这表明生产者将吸收大部分的通胀 从而随着消费者需求因通胀压力放缓时 会进一步侵蚀各大企业的利润率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频道在第三季度财报季之前就做过一期视频深入的分析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看一下 总之当时我所表达的观点是 现在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对各大企业明年利润的预期仍然很高 而我们知道股价等于市盈率乘以每股收益 如果每股收益也就是利润被大幅下调 这对各股的股价和整体的股市都是非常不利的 而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财报季和我当时的预期基本一致 除了苹果以外 各大科技巨头的财报都基本出现了暴雷 尤其是大幅下调了下一个季度的预期 这自然就会引发分析师们开始新一轮的预期下调周期 而且接下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恶化 类似的问题只会不断地扩大 而且会从科技行业蔓延到其他的行业中 所以归根结底 基于M2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放缓 通胀大概率已经见顶 下降的速度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快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 CPI数据很有可能再次低于投资者的预期 而且随着利率因预期变化而下降 这可能会在短期内使股市出现技术型的反弹 但是熊市的结束还是要取决于 投资者何时能够对明年的利润预期 能够达成新的共识 合理地去price in经济衰退的影响 所以整体而言 现在美股的环境和前几个月已经完全不同了 此前美联储改变政策方向 就能够实现经济软着陆 同时帮助股市脱离熊市 但现在因为美联储的政策已经过度加息了 对经济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软着陆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 在硬着陆已经是大概率事件的背景下 即便美联储接下来停止加息周期 人们也会发现 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在所难免了 所以届时在最初美联储转向的利好消息过去以后 等待大家的是不断下滑的经济 和各大企业放缓的增长 到了那个时候 股市又会开始因为这些新的问题出现剧烈的波动 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到两个季度的财报季 投资者才能达成新的共识 股市才有望稳定下来 熊市才有可能结束 总之在我看来 现在这波反弹大概率还是技术性反弹 虽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并非新一轮大牛市的开始 短期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波段 但长期投资者不妨等到下一次回调出现时 再评估要不要开始入场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